各位业界先进协会法人所有的代表们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开场 我会尽量致此简短 因为我比较想要听大家讲 那这边我们的怀仁次长 这个署长 其实我们作为MODE 就是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一个马达 我们的工作就是去快速地转动 这个数位转型 就在今天上午到这个开场之前 我们就一直在讨论一些非常新兴的 有趣的话题 好比像说NFT跟电子签章法 怎么借接 怎么样子去跟工程会讨论 说在软体采购上面 不要在那样子杀底价竞争 变成转用最有力表精神 然后怎么样快速地调解 这个中间的冲突 这个software bomb design system 所有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导入等等 这些的题目 其实并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 都是产业的先进跟发展的代表 告诉我们说 这个在过去几年里面 常常大家要付出很多的协调成本 在一些个案上面 累积出一些经验 但是在此之前 比较没有说 像我们数位部已经凉数出来说 我们以后的采购 我们以后的电子签章 我们以后自己的公文系统 我们以后的共同的系统 包含大家要发六千块的那个系统等等 都用这种infrastructure 公共建设这个角度来去做规划 然后吸收掉大家的 这个共同的这个 所谓叫做协调跟法尊的这个成本 那这个我们愿意来吸收 那在另外一部分 就是说中小企业 甚至包含微信事业 甚至应该有包含合作社了 那个在使用我们像云士级这样子的平台 去找到所有的这个新兴的资负业者 提出来能够符合他们实际的需求的这个工作的时候 同样的我们也是担任一个马达 在中间加速媒合的这个角色 也就是说以后如果在资服业这边 有想出一些真正能够符应到这个需求的做法 那大家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各自发挥 就是非常多的BD的这个成本投注进去 而且还不一定碰得到实际需求 那在这个中间我们会快速凝聚这个需求 并且再扩散出大家实际的这样子的社会的影响力 那所以我想在今天我刚刚大概看了一些报告的简报 就是我们在这一阵子以来 这个转动的过程里面累积出来的一些经验 那这些都是抛转引语 那很希望说大家听到之后 有能够再带领我们到更好的方向 我们是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大家众志成城 然后一起让这个转动更快更顺畅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唐部长 那我们也请部长站在中间的位置 因为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贵宾来到舞台上方一同进行合影 我们下转变 啥 谢谢唐部长